好 來看到是臺北市長柯文哲 現在難道也要振興加碼了嗎 先前大家記得他曾經說過 這個縣市發放加碼方案 是為了搶選票 而且他還說會引起通膨問題 想報昨天柯文哲 他也公布要推出雄好勸的加碼方案 好 雖然柯文哲說 這通膨壓力是來自美國的貨幣寬鬆政策 因為全世界都這樣做 所以不得不應付 但是還是遭到外界質疑他打臉自己 而且說他也是為了選票 那麼對此臺北市副市長黃珊珊則說了 中央跟臺北的預算是天差地遠 不容易製造通膨 一手拿指券 一手用力比讚 臺北市府一號推出雄好勸的加碼方案 不過熱烈推銷的表現 和市長柯文哲之前態度很不一樣 全世界都在印鈔票 所以預期會通貨膨脹 每個政府都要討好人民 為了選票 採綱大三各縣市發放加碼方案 市衛搶選票 還說會引起通膨問題 但隔了不到一周時間 馬上推出雄好勸 其實我跟你講 從美國開始 其實世界上通膨 最大壓力應該是來自美國的貨幣寬鬆政策 全世界都這樣做 所以不得不應付 儘管搬出美國貨幣政策當作不得不耿進的理由 但是這番說法 議員可不買單 柯文哲自己是胡說八道 所有的相關的公共政策 我覺得不是柯市長自己一個人嘴巴太快 然後一下子就否定了很多的優惠的措施 各個縣市的首長祭出加碼政策獲得好評之後 柯文哲市長這時候拉不下臉來跟進 結果反而還把美國給扯進來 用這樣子的方式再收割中央的政策 實在是非常的可恥也非常的可惡 藍綠議員竭力痛批是否前後言行 是在打臉自己 更很酸推出雄好券根本是在首個中央 搭配這個五倍券 那我們還是以數位轉型為目標 跟台北的這個預算天差地緣 我們要這招通膨不是那麼容易 疫情重創 免生經濟 紓困振興是必解課題 但是才剛轟完加碼通膨就推出雄好券 究竟是不是政策牛肉強選票 留給各界想像空間 繼續叫我瘋成真 台北怎麼到